好了,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讲一讲这个马桶配件里面有一种感应充水的一个配件,就是这种排水阀 这是马桶装上去,装到马桶上面之后呢,它是能感应充水的 就是相当于这是一个感应点,安装在马桶水墙盖上面的感应点 只有手在上面挥动一下,停留个一两秒钟 它就能自动感应之后呢,把这个排水阀自动的打开 自动的打开这个排水器这个阀门,它就冲水了 冲到一定的程度,这个水位下降了,它就会自动封闭 这就是自动感应的冲水阀,它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呢 平时我们的按钮,马桶按钮,如完测之后,是不是得需要去按一下 它才冲水,这个就相当于手跟这个按钮接触面,接触了 在特别是公共场合,很多人上完厕所是懒得去用手机按的 因为他怕有纠叉感染,细菌的纠叉感染 所以这种在公共场所用起来是特别适用 那么感应充水有好多种,比如说现在是三寸的,口径比较大 还有这种两寸的,这种两寸的就是适用大部分家庭那种普通马桶 这种是常用的,这种是比较大口径的 就是有一些是智能马桶,无水箱智能马桶,还有脉冲马桶都会用 那还有一个是什么,分体式马桶 分体式,它下面有一个罗帽的,分体式 还有一个蹲变器水箱也可以用 陶车壁挂式水箱,有些也可以用 这是分体式的,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它的感应 它这是利用电池,5号电池4颗,然后装在这里 装在这个地方,这个取出来,装在这个地方 这个接起来是非常方便 到时候这是黑接黑,红接红,插上去就好 这个是黄水的 然后是按着装在这个,拆在这里 这是装在这个马桶水箱盖上面的 如果刷马桶水箱盖,它的开孔直径 5厘米,6厘米都能用 它会配了这么一个转换器,转换那个电片 装在这里,就可以装到那个大一点的按钮孔上面 那它是通过什么原理啊,来实现这个 这个冲水的呢 好,来,它是装在这里的 气管,它是利用气动式的 就是它会给它打气 它感应之后呢,里面有那个会自动打气 打完了,它这个就自动的打开了 看到没有 另外呢,如果是电池完了,没有电池呢 它是可以首按的 首按的啊,但是它这个有个问题就是 正常我们排水滑有两个冲水,大按、小按 它这个就只有一个冲水,就是大排的冲水量啊 大排的冲水,这里可以调大排的冲水量 调低,调低冲水量越多 调上,冲水量越少 这里是插在这里的 插上去的 安装是比较简单 那么,另外再教一个 就是跟大家说一下啊 这个可以适用家里的一些水箱的一个 制作的一个水箱 啊,制作水箱怎么做呢 就是有一些水箱,它那个开孔啊 排水 呃,就是自己做了一个水箱 想要让它可以排水 非常简单啊 我们把这个 我们有这个按钮 我们也可以把这个安装在墙上 开了一个 呃,方框 方,呃,那个那个 方形的一个方块 然后插进去 放在墙上面 然后利用这个 可以按它冲水 啊 这个可以手动的按冲水 它这个接怎么呢 就接在这里 它是利用这个气管来排 来排水的 打开这个排水阀的 看到没有 我就按一下 对 这个相当于是隐藏式水箱的配件 所以呃,正常是配隐藏式水箱 壁挂式马桶那种隐藏式水箱 这个面板 我们也可以利用它 把这个架 把这个架子固定在墙上 就可以呃 或者放在水箱外面 就可以实现啊 制作的一个水箱 来来使用排水 呃,下 然后呢 另外讲一讲这个排水阀 怎么安装 其实很简单 跟普通马桶的一个配件 一样的安装 下面有连体的就是用这个勾勾去连去安装 这个分体的就是用这个罗马去固定 水箱 呃,高度大概在5 呃,2025厘米 左右 以上啊 都可以安装 太低的水箱就装不了 因为它这个有个高度 打起来啊 有个高度 大概在25厘米 24厘米啊 好来 那个我们感应器啊 有这方面的需求 这方面的问题 都可以在这边评论 跟我留言 相当于自己家里的马桶 大部分都是可以改进的 嗯